今天我们要当杰宇加油了 一二三 杰宇杰宇杰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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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化县议会副议长龙腾杯第九届歌唱才艺比赛 十二 十三日在张化市中泉社区举行 来自张化县各地两百位歌唱好手参加比赛 是否母亲节借由歌唱比赛感念妈妈的伟大 因为在十年前 我的妈妈刚才在母亲节前刚才过后 所以我就想说母亲节要搞了 来扮这个歌手比赛 以前刚才母亲节要搞的时候 我的媒体刚才在乡亲 在乡亲讲乡亲的讲 所以我想着妈妈 所以我在母亲节才扮这个歌手比赛 我说扮这个歌手比赛就要让天哪儿的妈妈 让大家快乐来唱歌 跟我妈妈同样 所以母亲节来唱歌 去求我们天哪儿的妈妈 让大家母亲节的快乐 我还可以认为我的妈妈 所以我才扮这个歌手比赛 要让天哪儿的妈妈大家快乐 唱歌是一个欢迎就好 我说扮这个歌手比赛是要让天哪儿的妈妈 特别是大来唱歌 有到顶也欢迎 没有到顶也欢迎 欢迎就好 所以母亲节在这里 祝我们天哪儿的妈妈大家母亲节快乐 这是我们副余的长期来扑斑 从一开始 他的这个企业到他的他的孙子三兄弟 一直到现在是中华官 可以说两天的比赛 劳力滚滚 那当时的现场 准备了很多水果 一些米子给人吃 那今天刚才也是母亲节 在这里也祝祝我们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当然比赛直接欢乐 直接吵 但是 这些都是让我们再进步的一个源泉 在中华人很高兴 没有在中华人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 每年再来 祝福大家 活动现场还有豆花冰品 让参与的乡亲在享受美妙歌声之余 也能品尝美味点心 还有亲属啦啦对加油团到现场助阵 更是朝日现场气氛 好 我们很感谢我们副议长举办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歌唱比赛 那其实他最重要的除了给爱唱歌的朋友们有一个舞台以外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可以全家 可以老少共荣 可以世代荣猴这样子 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加油团的比赛 就是希望参赛者以外他的家人 他的亲朋好友 大家都可以出来一起为他加油 创造一个这么温馨的一个活动 连续两天的比赛 除了有高额的奖金之外还有摩采活动 这也成为台上台下参与者最期待的机会 幸运的人可以摩到大奖 公益频道许为珍彰化采访报导